台北市中校东路与镇江街 喜莱登饭店附近 今日上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51岁林姓妇人与周姓先生一同外出 穿越斑马线时 竟遭到后方被追撞的公车迎面碰撞 当场被卷入车底已无生命击下 送一抢救后宣告不治 而此次事故也一共造成15人伤 一人死亡 事发后当下车祸的监视画面也曝光了 台北市中正区中校路一段 喜莱登饭店前 今日上午九时许 经传一起严重车祸 据了解一辆公车右转阵江街时 一遭后方另一辆公车追撞 前方公车遭推撞往前碰撞行人 再追撞前方一辆继承车 导致当时正在穿越斑马线的 51岁林姓妇人 被卷入公车底盘下 紧销货报赶底 连忙将女子救出 而女子当场已无呼吸心跳 协助送往台大医院抢救后 仍宣告不治 北市消防局此次共计派遣消防车6辆 指挥车2辆 救护车13辆 及人员46名前往救援 而这场车祸也造成15名民众受伤 至于详细事故原因 双方责任归属 尚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今我们调查是发生在9点08分左右 那有关后面公车部分行经 中校东路右转阵江街口的时候 那原本前面的公车是停下来 离让行人通过行川 那后面的公车可能杀作不及 然后撞击前面的公车 造成前面的公车去波及到 经过行川的行人 还有另外一部计程车的造势 目前造势驾驶怎么公称说 怎么会发生车祸 他有酒驾或是有其他违法刑事吗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公车司机已经有派出所 带往调查中 这个目前我们正在调查 同样的公车 现在我们的公车 就会一切都在里面的公车 就会有一点 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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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里